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小姐在大埔一个商场经营一间时装店 在星期二 有一名疑似女性顾客进入店铺看衣服 远看并没有特别 但当她看得真一点的时候 心里了一来 因为陈小姐怀疑她大了人皮 我看了一眼 我就觉得她的皮肤膚色很怪 很暗、很灰、很啡 好像没有毛孔 当时那个客人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出来整理一下衣服 她的面具人皮手套 去犯案偷东西 我就觉得难道她是 看回CCTV片 看到这个女人 趁店铺有其他顾客店主分心的时候 把两件衣服 摆入预先准备好的包包 然后火速逃离现场 她的肤色的确是比较暗 手臂上还有一个疑似纹身 不过那是否代表有足够证据 证明她戴了人皮呢 我又不敢肯定她是否真的戴了 我也觉得很恐怖 若然她真的戴了 手臂的纹身即是假 就算真的捉到她 她也可以脱身 我们上网看过 发现跟人皮面具相关的产品不少 款式亦很多 而且象征度相当高 如果细节做得好 未必容易露出破绽 其他人又觉得这次的财 是否披着人皮犯案呢 不太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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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人家演戏那些 化了、黏了的东西 绿色衣服这个 知道不像人皮面具吗 又不太像 不像她戴过面具 看到她的样子 有没有戴人皮面具 暂时也是一个迷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女人已经犯了盗舌罪 捉到你 到时不是人皮面具 而是囚犯衫等着你穿 一连九日的香港美食嘉年华 今天就开罗了 不少市民为了执平货 未曾开场就已经排定队 为求可以快点买到心头铺 我听起来觉得精神 至于劏房户也非常开心 事关于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处理他们面对的问题 香港有22万人 屈在11万间劏房里面 擠逼的环境、局促的空间 有些卫生情况还很恶劣 今年施政报告 提出成立解决务房问题工作组 为告别务房 走出重要的第一步 工作小组会用10个月时间研究 为务房居住环境设定最低标准 对不符合标准的务房提出取替办法 进一步防止不符合最低标准的务房再增加 希望现在住在劣质务房 或者在龙屋床位的市民 不用再面对恶劣环境 我现在住了七年 床位是两尺、半成六尺 就是这么多了 最多可以住多少人 18个, 去洗手间也要等 洗澡也要等, 饭饭也要等 不管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要出入, 很麻烦的 我们去洗手间也要关门 为什么呢? 叫人偷东西 我会被人偷东西 买个电饭煲回来 把洗澡、棕料液回来 人多一会拿来 环境当然不好 一旦有老鼠, 二有室 老鼠自己小心 一室我们要整天被咬到我 整天都是 整天都心惊胆 要睡觉, 睡不到 或者一睡就天亮 上班一定有改善 一, 不用被室咬到 二, 空间多了很多 未来十年, 政府将会在不同地区 兴建41万个公屋单位 超过需求10万个 还有简约公屋 过渡性房屋等等 居民就不用担心 会无家何归 取缔个别劏房 看回劏房的情况 也看回土地房的供应 事实上是重要的 它未必不能透过改动 或者改良 令到单位合乎标准 我们会给一些时间 让这些事情发生 施政报告也提出 设计社区客厅支援劏房住户 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 不少居住在劏房的学童 都缺乏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社区客厅就设有共享工作间 让他们可以好好温书做功课 政府同时也鼓励其他机构营运社区客厅 为劏房居民提供更多活动空间 如果是长远来说 可以取替到这些农屋板房劏房 其实是好的 我想政府其实可以 如果要定义这些劏房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有多方面去参考 跟着看看哪些 其实一定要取替 哪些是可以改善 跟着最终 其实可能我们希望 每人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就不用说劏房 又农屋这些 其实我想一开始 他都要做一些冻结登记 知道多少人 跟着其实我们一定时限宽限之后 跟着如果再配合 在可能五三年之后 已经开始那些屋开始起好了 那都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跟着下来马上车cam看猛片 事发地点就是深井 一个货车在咳线期间 和旁边的电单车相撞 电单车司机被抛上石膊 而电单车就失控 冲前400米才停下 电单车司机就昏迷送院抢救 而货车司机就被拘捕 冬涨细网络 会继续为大家 报道社会上的大小事 不过现在就马上看看 我们昨天公司 所发生的大件事 一如以往 在昨日2024节目巡礼中 全台艺人大晒 传媒的焦点 同样落在 哪个小生花蛋可以站C位 不过受不受欢迎 不是单纯看牌位 还要现场实测引气 谁被客户欠着打卡 谁是观众心目中的第一名 你们很受欢迎 最受欢迎不是我们 只有一个人的就是马国明 不是 其实每个都很多客户跟我们一起 我们放在后面那条路 也是 好像出到日出的地铁站 好像是 新戏准备强势出炉 不过也要借助现在的人戏剧 来谷一谷宣传 那又怎样少得香港人在北京呢 我留意到最近 火鸡姐很红 慢慢醉… 谢谢 昨天…昨天看到她变身 是吗?没错 对 刚才听到Kent哥赞完她 是 谢谢… 很开心 对 幸好这部剧不是那么爽口 也这么爽口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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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剧本 他死的东西多了 他学到的 你这么说 真是真是 真是 我们跟对方 跟对方 但是旁边那些 潜台词 潜台词是多一些对方 他只是做历史背景 寫历史背景的东西 是… 潜台词全都是粗口 他觉得自己的剧是否最厉害 当然了… 肥鸡姐很安逸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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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部剧是否不会再出现 老老人在素援那些 知道吗? 你说我吗? 是啊 很难说的 不,我们非常期待《黑山路遥》 我很喜欢看 可能你看看 突然有东西彈出来 黑山路遥 对了 明明身材也很棒 是的 没有… 你刚才脱了衣服 然后在画面上飞出来 对 对,好像很打得那些 开了窗 对… 刚才在后台 他们很像很厉害 很像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你看看,你穿得也很厉害 对,今天战得很厉害 不散好妖 对 你们是否要先恭喜 当然要先恭喜 恭喜 恭喜… 马神 你一边就在见枕边人 一边就非常检控官 那两个人妻,你选哪个? 很难选 不知怎么办 现在我要失忆才行 你很烦失忆 枕边人两边都要扭耳朵 所以两个都可以选 但你好像今天跟她搭配了 对 对 不是,外形和心是不同的 你又来了,来的花心东西 同样吸精的 还有两位金发美少年 Argy和丁梓朗 两位参加亚洲超声团后大变身 尤其梓朗好像变面一样 喜欢吗? 这个新发型 我试试新东西是好事 对 你喜欢吗? 我自己喜欢 你喜欢Argy,今晚不见 想念公司,很久没回来 想念很多同事 我呢? 我呢? 我很想念你,妹妹 Argy,你好像有很多新东西给大家 很感慨 你怎么哭呢? 是,因为可能刚刚做了很多访问 然后想起那三个月 真的…Kan哥 很多很资深的演员 或者是平辈的演员奥姨 其实都给了很多养分给我 单身男女想出库 真人配对公司百分百保证高质单身 三万六买一年会值 拍得整拖 剩下的会费还可以退 是否这么笨? 稍后冬张细望 回来东张细望 昨晚在深圳的一个乐园 发生了过山车碰撞的意外 我们马上看看影片 看到是怀疑发生碰撞的过山车 前排列车明显傾側 亦不时听到有人叫救命 救命… 有人说这个绝对是预计不到的意外 指以下这位仁兄也没有想过 一心想着拍拖脱单 谁知道被人骗,最终是非常低 初恋吗?我要初恋 无论初恋、热恋、上一常恋爱之美 有人就会用交友APP 但很多时候都会遇上是假交友真传销 甚至是情片,交友APP是不过 真人的配对公司可靠得多了吧 有些公司说明是高级单身人士 100%认证,成功配对 还结合分的会员 还可以收回全数的费用作为何礼 真是这么笨,初恋,我来啦 多手都不多手 你给了钱给他 但你又不一定可以找到对的 不过,行年三十一 早前脱脱的陈生 就对真人配对抱有期望 希望找个爱人轰轰烈烈地 谈一场恋爱 刚刚这个时候电话响的? 2月18日 突然有个人打电话来 就跟我说什么 他们有些真人配对服务 就叫我相了解一下 有很多女朋友介绍给你 好奇心就这样上去 上去就发觉已经有些不对 一来就一直卖一下会籍的东西 一来就要买会籍入会 傻了吗?当然不肯 但配对公司一位男顾问 就晒出十多二十张 女会员的美女照 当时令她眼前一亮 是否理想 或者是心目中的对象? 看一张照片看起来是可以的 有些挺好的 虽然求偶心切 但陈先生也是心大心小 因为年纪前 他已经付了一万七元 买了另一家真人配对公司 一年的会籍 但换来的只是不愉快的经历 每个人要认识两个女朋友 每个人要认识两个女朋友 她都看的 这么少一个月一个人 然后见了升级VIP 就说会更多的 每个人有两个人见 升级了要付多少钱? 差不多一万七元 最初两个月 一年只有两个人有见 之后没有 见了两个人 惊惊一下就没了一回事 我遇到每个人都没有 效果不似预期 陈先生对配对公司没什么信心 但是这家公司的男顾问说 有我们帮拖, 你一定拍得成拖 我们有无限部队 就算你安排见完这个 他有发展间 我们也继续安排给你的 是无限的 一个月见到两三个 保证见到两三个 是, 保证成功 一定帮你安排到直到你拍拖 保证成功 不过想要脱单, 先要签单 先签一年的会籍 那多少钱? 三万六, 很贵很多 不要了, 我给完钱 突然之间你不介绍 我就这样说, 我不相信他们 我还要脱约出来 他一直说 他说我不要了 他就举着他不要了 他说我外面找到女朋友, 怎么办呢 不怕不怕 男顾问即时提信心的保证 他就说你成功拍到痛 还给你一些钱 我也有问他是不是一定是女会员 他就说成功拍拖 他就说成功拍拖 退回一定低的钱 根据陈生的理解 如果买了会籍最初两个月 只要他跟了女会员 或者外面的女性拍拖 可以对公司 都会退回未用的十多月会费给他 但他仍然是半信半疑 好像不想我离开, 不让我离开 就这样叫我相信他 我直接把身份拍照 相信我, 有点成衣 就算我吧 在骑牢轟炸之下, 陈生簽了 但他只是给了三千元 簽住一个月 看着那份约 他总觉得有点诡异 这条款及细质 被有英文及中文版本 如有其子以英文版本为奖 我就问他 那你们有份英文版 我看得不大 他说我们没有英文版 这条为何有英文版本呢? 那这份合约是乱来的呢? 我们签的一份是一份中文的合同 而英文的条款 原来从来没有被对方看过 甚至对方也没有在英文版本上 去签名确认 这点可能就构成一些 我们叫做不合情利条款 法庭未必会确认 虽然有质疑, 但一个月而已 去吧 两个星期之后 真的介绍了一个女生给他 见那个女生的过程是如何? 信不信你? 普通吃个饭, 聊聊天 不过他吃完饭就很赶着走 有没有下文? 没有, 他说家里很忙, 要上班 也有人来不到 所以就等客户 等了一星期 接着就跟另一个女生来 安排见另一个女生的同事 配对公司又叫陈生上去 说要讲一下男女交往的技巧 谁知道上到去 竟然是另一位女顾问跟他说 先生, 想出铺是需要时间的 其实我们一个应该出不到 通常都要两三个月才会成功 普遍领角成功很高 反正要几个月才能出铺 那何不先买一年会值呢? 陈生 又想我再说不要了, 太贵了 不玩一中途 你们不安排给我我就死了 他就给他折扣我, 三万六 然后有优惠给他 减了一万元, 二万六 他就说了很多年纪 很多年纪都是三十岁以内 他有保障成功拍拖退款 就是这样, 他给了二万六 准备签一年 但是他发现合约上 原来没有提及顾问口头承诺的 成功拍拖就会退款 我跟他说保障自己 就要写清楚下去 5.3 如成功拍拖后可以退下愚妇 有张合照给他, 确认就可以了 我可以问他 是否一定要旅回 但他又没有写下去 签了一年约 公司在三月底 安排了第二个女孩子 跟他见面吃饭 吃到一半, 我就逆了 还有一半碗 他就说要先走 他阿姨有事, 说要非得走 然后就走了 第一个都说他家人有事 后腐症是怎样 要回大陆做手术 两个都是这样 就说家人要看医生 这么巧 一个也是这样, 两个都是这样 陈生期待第三个 但等了整个月都没有 终于等到了 但是女孩子在未见面之前 竟然先拍了一张性感相给陈生 再要求陈生 可否拍一张泳照给我 给了之后又说 喜欢, 但不想要负 陈生觉得很有问题 没有跟这个女孩子交往 他还觉得 那怎么办 用什么一年又过去 最后又只剩下一个鸡 陈生对这家配对公司 失去了信心 对拍得成拖 有钱退的承诺也有所怀疑 于是找了一张 跟女会员的合照 说拍得成拖 好了, 测试一下 是否真的有钱退呢 就说要拍到拖 有张合照 发给他们 那就可以退回钱了 我发给他们之后 他说, 那女方呢? 女方, 我未找到女方 女方也要把照片交往 跟我说回 女方未答应我们也不会退 我就问了 那个男的企业士 你没有跟他说过 我问过他 他说, 找不到那个女孩 但我跟他在训练 他说, 找不到 我就觉得不对路 那就是不肯退钱 钱就没得退 而女会员 只是间歇性地安排给他 而且跟女会员的言谈之间 都发现退款安排 人人都没有, 只是自己有 她是没有退款的 为什么我有她, 没有 是否骗我 想换回席呢? 那我出去找其他女孩拍拖 不等你女儿换了 那我拍拖, 你也要退回去 那我这样说 接着女生就跟我说 你想退款 必须找我们的女会员 当然我问那个时候 你为什么不是这样说 合约又没有写明 现在你说一定要女会员 是否玩我 他觉得一切都自在局 到底是他个人想法 还是真有其事呢? 我们打去这间公司的电话 但一直都没有人听 上他门市地址 原来只是一个共享办公室 但远远都看不到 这间公司的蹤影 网站又找不到 程式也用不到 到底还有没有运作呢? 我们终于找到当日 叫陈生签约的男顾问 我们会员拍拖 还可以推荐 是 是 不过他呢 第一 他没有成功向我们会员拍拖 是 第二 也都跟某个会员 就加上 可不可以大家加上 骗我们公司说是拍拖 所以那个会员 也都将他的信息给我看 他在外面说拍拖 不关我公司的事 对不对 所以我在外面吃饭 我摘了一个鼓碑约 我摘了我外面 我现在摘了 不合夥 我抽办完事 在外面的女生 不关我公司的事 现在吃饭叫他来你 那又说是拍拖 那我现在找到外面 找到朋友和我拍拖 那为什么你不肯推呢? 你那个时候没有说明 你女会员 那个朋友 你随便 不要说随便 那时候你给我的是保障 你说的 那时候问你 要不需要你的女会员 你说 整个话都给回我 我都找到 如果我不会再 但我跟你说明 你戴上一个 然后全部不戴上 那怎么办 如果合同上说明 结婚 犯迷相对清楚 因为结不结婚 是可以量化的 但是如果是拍拖 如果是拍拖的话 能够获得退款 首先可能大家 就着什么叫拍拖 会有个争议 搞出个大头发 现在钱就没得退 那怎么办? 我们会继续再安排女士给她 她就只有一个说字 到时候她又是 她上来 又是没有消息 又继续拖 付出真金白银 都未必可以换来真爱 寄予男士们 与其强求 不如顺其自然吧 那现在会想她在哪里吃女仔 看朋友介绍 去茶餐厅 冻饮加三银 不算太贵 最重要是一早写下 但是如果外国游客 看到这个餐牌 会觉得有点无契 我看过 加三鱼 不是加三银 竟然是加三鱼 一看就知道是翻译期直译 不过出错 接着这句说话 不需要翻译 大家一定明白的 就是拜拜 明天再同打, 冬张西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